一位代表在周日建议,如果研究生和博士生希望在学校期间结婚生子,国家应该为他们提供合理的财政和政策支持,这凸显了对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的担忧,开始促使人们提出新的政策建议。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,生育保险应该覆盖大学生,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国家的婚姻和生育政策更好的衔接。 他说,应该鼓励年轻人在适当的年龄结婚和生育,同时与教育系统的改革和调整相结合,以促进个人的上学、生育和就业计划,应该支持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合理婚姻安排,改善大学生的婚姻服务,为因结婚、生育和育儿问题造成的学业变化,提供时间、资金和服务支持,为有孩子的大学生提供医疗保障和生活补贴。 他说,教育系统应考虑到最佳生育年龄并做出相应调整,以便年轻人能够做出合理的婚姻和生育安排。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,因为去年中国的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。 1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,中国大多数大学生并不认为婚姻是必要的,而鼓励生育的政策,对他们对不建立家庭的想法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 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年间,去年中国首次结婚的人数下降到1160万,比前一年减少了近70万,这远远低于2013年的峰值2390万。 除了河丹的建议,其他几位代表也提出了促进出生率的想法。 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院长、全国政协委员徐从健说,中国应该允许未婚妇女使用冷冻卵子等辅助生殖技术,代表赵玉龙提议,18岁以下的儿童应获得国家津贴。